嘿 我是曼曼 平時的我看起來就是個很普通的youtuber 但其實我還藏著一個秘密 一個不願提起的 Cut就到這邊 什麼?你以為還有嗎? 經費有限 嘿 你又有意外吧 今天講的是好萊塢電影 私行教育2 近期在台灣已經上映 在看第二集前 先帶你來溫習一下 私行教育是個怎麼樣的故事 私行教育無意就是一個字 嗯 只講講會被打 當然他真的是部R級爽片 滿滿的血腥及暴力 意外的是 他並不是像007或金牌特務那樣 有很華麗的動作場景 而且不深入告訴你任何角色的背景 可是卻散發出讓你深入奇景的魅力 第一集一開始在一間整齊的 可以說是極簡主義的房間內 衣櫃上的鬧鐘7點半響起 卻遲遲沒有人關掉 鏡頭轉到浴室 看到男主角McCole早就起來準備梳洗 隨後動手做早餐 從他的行為和準備的餐點 可以看得出 McCole是個綠籍的人 有個賣場工作 深受同事信任和喜愛 看起來和一般人無異 可是在深夜時 他的心總是進不下來 照理來說 他應該會對目前的生活感到滿意 但看起來 似乎是有什麼令他在意的事 他小心地將茶包放在紙巾內 對其折好 走到一間餐館內 重複剛剛的動作 將桌上的餐具歸類 書本也沿著桌圓對齊擺針後 才將包著茶包的紙巾倒著開 當作一絲不苟的 這些小舉動加強了規則的特性 一般會把它定義為強迫症 不僅讓人聯想 如此糟的圓著走的人 她的人生 是不是也有什麼故事 這其實是飾演 McCole的男演員 擔走華盛頓的想法 確實也讓觀眾 對McCole更加印象深刻 在店裡 克里飾演的初季 Alina向McCole搭話 內容聽起來不是初次對話 說明McCole幾乎每晚睡不著 都會待在這間餐館內 和Alina都是電影常客 而我們真正能體會到 McCole的不凡 是在某天 Alina被幫派的人施暴住院 McCole得知消息後指導敵人的據點 徒手了結所有的混蛋 究竟為何能為了不熟的人 做到如此地步 絕不是為了任何情愫 McCole這個角色的背景 其實是前CIA的成員 妻子過世後 她渴望著寧靜的生活 但世上有太多的不公 使她無法真正獲得平靜 解決事情的當晚 鏡頭刻意帶向始終 時間停留在2點29分 平常這個時間 McCole會先生在餐館 今天早早入睡 看來 煩惱暫時消除了 一個行俠仗義的歧視 不在正義已死的世界 這是McCole看的書中 裡面的一段內容 黑白兩道模糊 靠法律途徑解決不了已經腐敗的爛根 她當起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死刑者 無時無刻 在有需要的人身邊出現 跟多數英雄片裡面的英雄一樣 McCole為了伸張正義而行動 但特別的是 她沒有任何團隊或是雄厚的財力 也不是身材特別精壯的類型 最上度上會遇到的普通人 而飾演男主角的硬弟子演員 單左華盛頓 除了符合角色特質 無太多變化的表情 卻能透過她高深目測的眼神 感受角色心境上的變化 精湛的演技 讓這個角色添上一股神秘色彩 但單左華盛頓並不是個武器演員 我們在電影中會覺得McCole打鬥厲害 靠的是運鏡和後製 導演安東尼法奎 非常擅長拍攝這種暴力美學的電影 電影內運用大量的慢動作 加上聲光效果和正者人性的配樂 所造私刑者寄高藝人的形象 最經典的就是在倉庫的戲碼 消防警報響起 灑水頭的水落下 製造雨中效果 畫面隨便停樓都可以變成一張電影海報 構圖之美讓人驚嘆 當中不乏有許多趣味性的設定 例如 在掛錢的讀秒 鏡頭放大自瞳孔深處 用大腦精密計算著每一步 透露經驗和訓練程度的差別 敵人跟他根本是不同檔次的 再者就是 任何東西都可能變成他的殺人武器 McCole身上並無任何槍械 都是運用身邊現有的資源 一般隨處可見的工具 舉凡開罐器和玻璃碎片 我以為我看的是動作片 現在是民間自衛宣導片啊 完美詮釋的真正厲害之人 不會被刑事局限住 綜術語上所說 私情教育最大的魅力 其實就是讓你有個發洩的管道 我們多少也會對這個社會感到不滿 總希望有個McCole出現矯正這個風氣 背景設定在賣場裡 就像我們身邊 或許真的存在這麼一個McCole 替我們執行正義 那種感覺 特別大快人心 私情教育二中 McCole改當Uber司機 也是個能親近社會底層的工作 雖然不像5G銀行有那麼多武器可以用 但延續了硬派作風 在第一季時 我們並沒有真正了解 McCole這個角色的背景 而第二集 將會有更多的說明 不管是導演 還是單索華盛頓 都很難得拍續集的電影 英雄片笑一下 有望成立一個私情教育的宇宙觀 讓一二集尚未交代的事 變得更飽滿 好 因為第二集也上了 就心血來潮溫洗一下水片 那這次就這樣 地方賊女 良心製作 絕不脫稿需要您的關心 我是曼曼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好感濕 好感濕 好感濕